可以實現自己 航空報國這樣一個夢想 人家造假你得給發現 定位規則 定位偏管 發行23倍實驗率的時代 最終完結了 以店小二的主務精神 解決一切疑難反正 和當年股權分治改革 同等重要 理解資本市場的市場 和改革的真正的要頁 家中用電需謹慎 使用爐灶需照看 歡迎收看由股票學習平台 九方之頭獨家冠名播出的 《談古論金》節目 找老師選策略 就算九方之頭 大家好 我是李婷 本週只有三個交易日 那麼在操作上 要如何來把握節奏呢 在節目的直播過程中 您可以關注 《談古論金》的微信公眾號 發表留言 參與節目互動 您如果想東台亮相 發表真正著見 可在《談古論金》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聯繫方式 稍後會有小便聯繫你 好了 馬上把時間交給袁建新 和今天到場的嘉賓們 一起來聽一聽 他們所帶來的最新觀點 袁建新 你好 袁建新 你好 今天市場出現了一個 數量震盪 如果嚴格地講 應該是市場數量震盪下行 對吧 節日效應應該是 比較明顯 我想由於有一個小長假 畢竟有幾天的休息時間 那麼這幾天國際市場 不會停止交易 因此對於機構投資者來說 在這個位置萎縮不前 有部分有成本的一個資金 選擇在今天要出逃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麼這是我們對今天盤面的 總體的一個看法 那麼接下來要跟大家聊聊 對市場的一些看點 看點一 CPU板塊是分析更加明顯 投資者接力需要冷靜 如其今天早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CPU板塊是出現了一個 比較明顯的跳空低開 就有投資者在我的後臺 給我留言 愛說老遠 CPU跳空下行 你是不是比較高興 其實在我看來 並不高興 不高興的原因 是今天的一個CPU板塊 這個跳空下行的一個動作 過於做作 為什麼這麼說 主要有幾點 第一我想今天跳空下行 可能部分原因 是因為裡面的有些投資者 本身這一段時間賺得盆滿博滿 而這部分投資者 他這個資金是有一定成本的 比如說兩融 比如說其他的一些借貸資金 那麼這樣的話 他對於過節的這個因素 會比較敏感 今天不走的話 那明天走這個資金回不到自己賬上 還得扣利息 那麼對他一樣呢 這是不能承受的 這個不能承受 一方面是利息的一個壓力 另外一方面 你不知道海外市場 這幾天會發生什麼情況 對吧 因此呢 有雙重壓力 既有還貸的一個利息的一個壓力 又有心理的一個壓力 因此選擇今天早晨 堪堂一下子就想把貨出了 但這個動作過於做做的一個原因 是今天直接就是一個跳空低開 把所有的人都蒙在裡面了 你說對不對 如果僅僅是蒙進去的是散户的話 那散户沒有還手之力啊 那這個之後呢 就不會有反覆 但是把機構投資者也蒙進去了啊 那對機構投資者而言 那一般來說不會說哈一下子滿倉啊 這個這個板塊或者那個板塊的 那他有還手之力 他搞清楚了以後 就會緩緩的一個回升 甚至不排除未來會捲土重來 所以是看點一當中 我覺得第一個因素是這樣造成的 所以當天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我給出了一個評論就是 還會有反覆 當然我沒想到反覆那麼快 下午就翻紅了啊 那麼第二個因素呢 我覺得這裡面呢 是有機構投資者啊 在之前這波行情起來的時候 推波出來 尤其是一些賣方 那照理說賣方研究員 應該是比較嚴謹的啊 顯然研究報告要引經據點啊 來談他對未來的一個看法 但是市場非常的一個 強勁的一個背後啊 那我們也看到了不少投言 在撕研究報告 撕了再寫啊 撕了再寫 原來看這樣 後來看這樣 再看這樣 我想有一點呢 可能對今天的這些機構投資者 是一個警醒 那剛才我們提到研究報告要嚴謹嘛 對吧 那如果說違反了投資報告的一個嚴謹的一個原則 那現在我們今天已經看到了相關研究所的所長 給予警示 那我想等到這一天到來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麻煩了 一 所在服務機構 會因此信譽受到影響 那我想對於信譽受到影響蒙成之後 你要再想把自己的金字招牌插亮的話 那要鎖化的一個精力會更大 所以我想可能由於這件事情 今天早晨一開始的時候呢 對部分相關的一個投言來說是一個警示之後啊 口風有點趨嚴 所以呢造成像這種漲幅過大的一些板塊 開始出現了一個回落 那麼這是第二個啊 第三一個我想說到底 我們的投資者 你要對自己的投資負責 對吧 那我們在這邊呢良言苦口啊 那我想說多了也沒多大意思啊 可能也覺得老元 哎呀你怎麼這麼操心啊 我們的這個到底虧損還是盈利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但是我想這個是坐在這位置必須要提示的 但投資的一個風險還是最後還是自己來承擔的 我們已經看到了無數次市場在出現過熱 或者局部過熱的一個背景之下 最後的一個共識大家都是知道的 一地雞毛對不對 所以不要有那種僥倖的一個心理 這次衝進去以後 說不定能夠大轉一把 當然能夠大轉一把 我是恭喜你 對吧 但最後像這種出現一個大幅炒作之後 一地雞毛基本上是一個市場的一個共識 這裡就不多說了啊 再看點一 看點二 人工智能分支 機器人板塊繼續逞強 其實說到這個板塊呢 正好我們昨天來到場內的嘉賓也提到了機器人板塊 對吧 那即使呢我們在上週四 老遠也是就機器人板塊跟大家做過相關的一個分析 甚至更早大概兩週之前 我也說過一次機器人板塊 那麼機器人板塊呢 最主要的一點呢 是在今年的月份 工信部呢曾經發佈過一個機器人加應用行動的一個實施方案 那目標呢 2025年相比於2020年呢 要實施翻倍的一個產值的 那同時呢 最近這幾年的複合增長率 這個板塊會達到14% 那麼這相比GDP來說 那顯然是三倍之間的一個關係嘛 所以這個發展的一個速度是相當之快 所以這個機器人板塊呢 是引起了市場 這個市場的一個關注度也是挺高的 可能除了這個所謂人工智能之外 這個屬於比較高的這個層次 那麼這個機器人板塊呢 現在來看呢 主要是兩個分支嘛 一個是人型機器人 另外一個是工業機器人 人型機器人呢 是作為供應鏈來看待的 但工業機器人呢 我們是作為什麼 是作為產業鏈來看待 這兩者的一個區別 我們之前早就跟大家說過了 對吧 那顯然作為這個產業鏈來說 主要都是國內 許多企業呢 有點相互合作 甚至於伙伴的一個關係 因此呢 這種結合呢 未來的一個發展潜力會更大 因此呢 在工業機器人這個板塊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相關的一些分支啊 最近一段時間走勢 可能是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走勢最強的一些板塊 那麼此外呢 還有一些 比如說這個造船 近期呢 市場在流傳造船員協會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呢 是這個把這個產業鏈啊 看20年高速發展的一個周期 那未來有沒有二十周年的一個快速發展的一個周期 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呢 現階段確實引來了一波比較快速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周期 這是看點二 看點三 指數呢 在3247點附近呢 是有一個震盪啊 那麼成交量和熱點 持續性是關鍵 那麼其實呢 這兩天呢 我們一直在說指數呢 回撤沒問題啊 3247點附近你給我守住 那這個問題就不大 那為什麼是3247點呢 昨天包括前面幾天 我們都說過啊 這個市場盤整的一個區間的一個高點 3247點 這次衝出去回拉進行個確認 那是最正常不過的一個舉動 對吧 那麼考慮到這兩天呢 有一個因素會對市場有一定的一個壓力 那就是過節的一個因素對吧 端午節的一個因素 那對於其中部分有這個資金 這個是借貸成本壓力的 那這部分機構來說呢 更是壓力比較重一些 所以從昨天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有抛售的一個行動 市場呢 連續兩根音線是能夠理解的 對吧 是能夠理解的 但回過頭來說呢 那應該要有一個標準 你現在衝出了這個通道之後啊 你回拉之後 到什麼位置 可能需要止盈止损 那我覺得我們也是需要思考的 那麼大致上呢 一呢是一個標準是看年限 因為之前衝上年限以後呢 是越走越強 所以年限很關鍵 同時呢 我今天下午呢 在自媒體的一個文章當中 還放了一張圖 那麼這張圖呢 是把市場跌落 跌落到3168點以來的 大概15天的 這個過程當中的 它的一個市場的一個均價 一個重心 給大家算了一下 算下來呢 是3217點 那麼3217點呢 跟年限呢 基本算是 重合度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想 簡單說 就是到年限附近 如果不破年限 那沒問題 那麼市場現在的一個關鍵 是什麼呢 我想關鍵的一天 重要的一天 已經過去了 就是今天 因為借貸成本的話 你錢得拿出來去還嘛 今天交易的 按照T加1的一個標準 明天錢是能夠到 這個借貸的一個 這個資金帳户上的 那通過划轉 那是可以還掉的 但是明天 抛售以後呢 對不起 這個T加1 因為其中隔了 這個許多的一個休息天 要到下週一26號 才能夠到你的帳上 所以屆時呢 這個借貸的一個成本 還得你承擔的 所以考慮到這些因素之後呢 明天的一個拋盤 應該是比較少的 因為對機構投資者來說 或者借貸的人 考慮成本的話 他一定知道這一點 一定會在今天 就進行個 抛售的一個動作 所以剩下的一個 抛售的一個量 可能不會很大 所以明天呢 是從這個角度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時機 那麼這個比較好的一個時機 如果說有兩點滿足的話 一成交量 最好是不要回到萬億之內 第二個 熱點要持續 那我想成交量要能夠放大的話 那可能 北向資金 它的一個作用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想看點就非常清晰了 好吧 這是我對市場的一個看法 先供大家做這麼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出今天來到 廠內的兩位嘉賓 一位呢 是缺廣敏 另外一位是樓森蘭 兩位好啊 那市場呢 今天比較明顯的 走勢有點分化 那麼節錢 大家會如何來配置倉位 我們來聽聽我們廠內 兩位投資者的一個看法 我們先來聽聽廣敏 你覺得你會在節錢怎麼配置呢 我現在是六成常位 六成常位 對 明天準備動嗎 不準備動 不準備動 這是廣敏的看法 對 那樓森蘭呢 我覺得常位完全可以重一點 完全可以重一點 一般的講話叫吃戶過節 你的意思吃戶過節 明天你的意思六成是不夠還要加 對可以加兩成 加個兩成 那我們的投資者 你們怎麼看啊 那我想這個問題呢 反正牽涉到 我們個人的一個 持倉的一個情況 當然在我們的 微信公眾號上 就此作答呢 我們是不會留恒的啊 你完全可以放心 只做一個最後的一個統計 來跟大家做一個交流 好吧 待會呢 我們會把相應的一個結果 來告訴大家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談過論金欄目主 要跟大家聊一聊 對明天市場走勢的一個看法 我們首先還是 老規矩先來看一下上陣指數 那麼首先呢 我們看到上陣指數呢 今天是低開低走 低破了五日均線 並且全天沒有翻過紅 但是在低破3240點之後啊 沒有出現急跌 僅僅到了3237點 也就是說 我們昨天給出的參考 播中區間的下陣 盤中最大跌破是三個點 其實三個點都不到的 對吧 收了一個數量的一個陰線 那對此呢 對此呢我們認為 只要繼續在3247點附近盤整的話 後續還有上攻的一個機會 從趨勢來看 月轉多 周轉空 日轉空的一個趨勢 是應該要謹慎的 明天的參考播中期間 3227到3257點 那麼剛才呢我們提了一下啊 這個中間的一個中枢的位置啊 差不多呢是在3217 按照重心來排 那麼這個同時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根年線啊 我畫的不太準確啊 年線的位置呢 大概啊也是從中間的位置一串而過 所以假如說這個位置能夠守住的話 那問題就不大 那麼這是上陣指數的一個情況 我們再來看看創業板啊 創業板呢今天是平開震盪的啊 構築了日內小雙底啊 日內的一個走勢呢平開 先來一個小雙底以後呢往上走 往上走呢上面也攻不去 下面跌不穿 至於上行呢也是同樣無力 亮平收了一個陽色之星啊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一陽色之星 對昨天的一個陰色之星啊 那繼續等待下方的一個短期均線啊 一個呢是五日均線 另外一個呢十日均線繼續上行 那麼這樣的話呢就有機會 在短期均線的一個依托之下 再衝上方的六四均線的一個壓力 從趨勢的一個角度來看 月空周多日多的一個趨勢 是應該可以繼續持有的 明天的參考波動期間 2251到2289點 我們再來看看上陣五零 疊加中陣一千分時走勢的一個情況啊 那今天上午上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中陣一千跟上陣五零啊 走勢基本趨同 之後呢從十一點鐘左右 我們可以看到中陣一千開始復活了 這個走勢呢有點像 昨天大部分時間當中呢 中陣一千是走得比較強的 儘管我們可以看到上陣五零這一段呢 也沒有下行 但之後呢兩點之後啊 雙雙下行 略微下了一點台階 最後收了盤 那麼今天的一個北向資金的一個情況呢 我們可以看到啊是很有意思啊 在下行之後啊 北向資金反而互股通是流入了 所以最終呢是流入了17個億 兩者差別不是很大啊 再來看一下南下資金 南下資金呢 今天互股的一個資金來說呢 基本上是一路回流的 港股通深圳方向呢 這個回流的一個跡象 不是十分的一個明顯啊 在這裡呢有過曲折的一個動作啊 但最終南下資金是回流了29.53億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嘉賓的一個觀點啊 白眼睛呢是昨天就給出了一個觀點 主板日內3256是多空位 警方回落 此股此幣如何操作 哎打了一個問號啊 那得看他在我們有看頭加上的一個觀點了啊 那廣民呢覺得端午節前為前後為變盤點 關注新能源板塊能否啟動 許文杰呢覺得周初的一個調整 進入尾聲開始再度關注市場的一個指定信號 尋求機會 胡嘉賓呢是覺得科創武林探底回升 買盤資金較為穩定 向上突破概率加大 葛建呢是覺得上陣收破 收盤破了 五日均線 短期看修整 板塊繼續跟踪 國資雲概念 還有丁偉明呢是覺得 踹板完成反彈第一波 這裡有一次回撤動作 徐蘇龍呢在今天早晨覺得大盤低開低走 主動調整 有利於修復超買指標 關注北向資金 又大買的電力行業和半導企 路易呢是覺得當市場熱衷主題的時候 要埋伏7月半年報行情 這是我們一些嘉賓的觀點 先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要回到場內 來請出今天來到場內的兩位嘉賓 一起來跟我們聊聊對市場的一個判斷 我們先從廣敏這邊開始 來有請 好的老遠 那麼從最近的這個走勢來看的話 我覺得面臨一個突破的一個狀態 尤其是平均股價指數 我帶來一張圖 那麼從平均股價的指數的技術來看的話 它其實跟之前的一波行情比較類似 首先呢它是一個 目前是一個下降通道上軌的位置 這個連續的兩三次吧打到這個位置 對那目前呢是正好也是面臨一個突破的一個軍線拐頭的一個狀態 就是周線的話應該是馬上就要拐頭了 那麼現在呢正好是站上了20天軍線 然後這是一個 第二個技術圖形呢就是它屬於一個碗口的一個狀態 因為這次等於是兩根陰線把它打下來之後 是這樣的一件是吧 對 兩根陰線把它打下來之後 然後走了連續的這個收羊 就當中沒有一根陰線過 那麼這個技術形態來說呢 應該是一個碗口偏向上突破的一個狀態 跟之前也是非常類似的 那麼突破完口之後呢 之前一波啊 我們就是兩度漲幅來說 往上翻了一個箱體 那麼從目前來看的話 從技術上來講 也是符合這個條件的 這個周線的話 它現在只要明天它是這個收平的話 那麼意味著這個已經站上五周線了 所以說這個是有利的方面 就是技術上來看 但從盤面上來看呢 我覺得今天的走勢呢 我覺得有好有壞 好的方面呢 就是說上陣今天是回落的 這兩天回落的幅度還是不小 但是從深圳來看呢 它相對是更強一些 因為深圳城市的話 是兩個 昨天是一個十字星 今天一個十字星 都是站在五日均線以上 那麼這個主要呢 是因為之前我們知道 創業版它是創新低了 指數創新低之後 馬上形成一個向上的快速反彈 那麼也是由新能源帶動的 因為我們知道 由新能源帶動了創業版 創業版帶動了生成值 是這麼一個邏輯關係 所以呢就低位的開始板塊 熱點板塊開始向上 開始反彈 但是動力呢 稍微顯得有點不強 所以上陣這邊回落 這個相對於深圳城市 相對抗跌的話 其實是給後面的這個 如果是上漲的話 是給後面留下了一個上升空間的 因為如果在3300再往上看3400 那只有100點的空間 那麼現在回了 回下來了之後 3250 所以向上打3400的話 那麼意味著中小票可能有 更大的一個空間 150點的一個空間 因為畢竟來說 深圳城市已經到了一個相對高位 那麼意味著中小票可能 未來機會更大一些 而且這段時間 之前的這個中石油啊 中字頭一些個股 都有出現了回落 那麼他們這種形態 尤其銀行 保險 石油這一類的 它基本上是向下的一個傾斜 馬上形成 再形成大漲的概率已經不大了 所以後面如果上漲的話 其實中小票更容易活躍一些 這是好的方面 那麼不好的方面呢 就是今天盤面 板塊方面還有兩個 大的板塊 一個是這個叫倉儲無留 包括鋼鐵這些板塊 還在創新低 那麼這個創新低的話 其實就對市場有一個偏空頭的 一個負面的貢獻 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不太好的方面 還有一個呢 就是高位的 這個像互聯網啊 人工智能這一塊吧 就基本上都是處於高位 那麼他們呢 我覺得 尤其是馬上就要到中報了 中報的這個預告 那麼這些就是高位的一些 如果後面是業績 不管是證實 如果是證實有業績的話 但不及預期也是會打跌的 因為我們去年已經經歷過 對 新的元這個 不及預期它也會下跌的 因為漲過頭了 如果說是正尾的話 那更跌得更厲害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到了中報的時候會 就是成色會出來就是哪些到底是假的這個這個人工智能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也是比較關鍵 所以說這這批股票呢 我覺得是後面有一個對大盤有一個負貢獻的 所以我覺得總結下來就是前面的一個標題講的 關鍵這個地方的轉折其實是看新能源 因為新能源在這個位置 那天是大漲了5%嗎 好像是 漲了5%之後這三天基本上是橫盤 如果橫盤之後這兩天再往上一個突破的話 其實整個的低位的可能就會被激活 因為包括之前的這個釀酒也已經起來了 起來這兩天稍微回一下 對吧 醫藥也漲了一波 所以說低位的這個大的板塊 我剛剛講的這三個就是基本上是屬於大體量的 就能夠承接大量資金的 能夠帶動大盤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輪的上漲 漲到今天人工智能再怎麼漲 它也沒有帶動指數形成一個趨勢性上漲 到現在還只不過是3250 那說明他們是不具備大體量帶動指數 形成趨勢行情的板塊 所以說如果這個地方要起趨勢性行情 一定要有我們說新的領漲板塊 並且是大體量的這兩個條件 所以我覺得後面就是看新能源 這種大體量的板塊能否啟動 好 謝謝廣民 確實目前情況下 從幾個指數的一個比較角度來說 廣民覺得上漲指數的一個回拉 可能反而是騰出了一個未來上漲的空間 那麼這個空間出來以後 對於一些中小的一些小票來說 那可能有利條件更為充足一些 此外提醒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半年報的一個公佈期要到了 那半年報公佈期呢 每年在半年報公佈期的時候 或者是季報啊 年報公佈期的時候呢 投資者呢往往會把眼光看像什麼 有價值的 有業績的 有支撐 這部分有支撐的一些品種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對於一些高科技的來說 那可能會成為它的一個短板 因為高科技往往這個時候沒有多少業績 哪怕是個別 現在的一些高科技 你說這個他這個這個算力方面啊 他是確實給某某供貨了啊 但這個供貨對它的一個業績來說 能有提升多少呢 這可能會是成為它的一個短板啊 就像剛才廣敏提到的 那最近一段去年吧 是我們可以看到像新能源賽道 前面漲了很多了 他業績是增長啊 但是跟他的一個大幅的一個上漲相比啊 那可能就一個是超了啊 漲幅大大超過了上漲的這個預期之後啊 反而看到這個業績報告的時候呢 也會出現下跌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防的 好吧 這個呢我們就不多談了啊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請出樓盛蘭 來聽聽樓盛蘭對市場的一個判斷 來有請 好的 那麼我也是兩個觀點吧 第一個觀點 我覺得大盤在3200點附近震盪呢 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呃 第二觀點呢 就是我覺得科技還是貫穿始終的一個行情主題 那為什麼這講呢 就是第一我對大盤的判斷 我對大盤的現狀判斷 我給的答案呢 還是相對平穩的 因為大盤其實是有很多因素組成它的指數的 那麼其中最絕大部分的因素是不會極力變化的 那只有最變化量大的就是一個成交量 那麼我們看我一直有兩個箱體 第一個箱體是2800到3200 第二箱體就是3200到3600 那麼我們年初的時候就有一個 2800到3200這樣一個一個箱體的上升 而2800的時候整個成交量大概在七八千億左右 然後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上升到1萬億 1萬億以後就到3200 3200還超過 那麼以後就回落了 那麼前一段時間又回落到七八千億這樣的量的時候 我們的指數是3200 那麼這兩天可能指數就好 量就到1萬億左右這樣一個量 那麼就是怎麼講呢 就是說當整個量在七八千億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兩個底位 一個是2800一個是3200 那麼我想今年上半年總的來講 還是應該是底部提高的 那麼而且如果3200這個點位上面 能夠有七八千億能支支撐的話 那我覺得未來的發展還是還是很好的 那麼就是說 光大盤指數來講 的結論就是它的其實是還是很平穩的 在這做一個小幅的震盪 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那麼這是一個現狀的判斷 那麼關鍵是要預判一下 就未來只沒有今年今年就6月份了嘛 就馬上要結束了 那麼我的判斷是怎樣的呢 就資金上的判斷是每年我們都有這樣一個規律 就是一季度肯定是高的 新投放量我講的是色隆投放量 第二季度肯定是一個下跌的 因為放過了嘛就馬上就下跌下了 那第三個季度會有一個次高 第四個季度會有一個持平量 那麼就是說我對三季度的資金 整個資金供應量並沒有 並不悲觀的這樣一個判斷 有一個政策面的支持 就上週五的一個國務院的一個資金 國安會的一個資金政策 我們就看到了還是要進行投放的 那麼這是一個情況 那麼這樣如果是能夠有資金 在現在是3200點 如果321萬億的話能夠有上升的話 或者即便沒有上升 那也能保持大盤的活躍度 那麼其實還是會到一句量子上 七八千我們能夠七八千億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底部 1萬億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相對活躍的一個市場的表現 那麼如果能夠到12000億的話 那麼就是可能有一個 比較靚麗的一個指數一段的行情 那麼這就是我對大盤的判斷 那麼第二觀點就是一個科技的股的判斷 我年初就講過 就是科技可能會貫穿今年全年的 請老爺要不這樣吧 就講幾個指數吧 請老爺 你說你說 切得GDP的一個指數 那麼我們就純看圖說話 那麼因為知道今年一來 就是一個切得GDP的一個體材 作為輪功智能一個主要體材 上來以後有一波炒作 當然當中也有一段時間的回落 那麼就這張圖我們看就是今年起來 然後一波很淋漓的炒作 然後拉個平台 又炒了一波 因為這個比較緊 相對比較緊 然後就是前段時間一直有一個橫盤調整 那麼到今天它又開始創新高了 那麼我想講的是這樣一個 很直觀的就看圖說話的指標 就是說作為這樣一個體材一個科技的體材 它是在這樣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而畢竟切得GDP是今年一個新的體材在裡面 那麼現在這個趨勢不能說它會有一個 要掉頭的一個情況 很可能隨著技術的發展 會有技術的發展和市場的運用的發展 會更高的點位出來 那第二 第二呢我覺得還是一個效益的問題 因為剛才講了就是說 說任何東西畢竟在市場上是有效益的 那麼我們看兩個效益 第一個就是自身的效益 就包括國外也好 國內的一些大公司也好 其實自從推出人工智能和切得GDP以後 整個市場的市場對它的反應還是很優秀的 然後整個公司都是有盈利的 因為馬上就能運用嘛 對吧 這是第二 第二就是說我們也看到 很多公司在運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會給自己增加效益的 比如圖文 比如一些軟件的設計 還有就是最近很好的一些數字的 畢竟都是新項目出來 那麼不管你是初創公司也好 或者傳統的公司也好 完全在市場上 而且這個效益是一頓可見的 那麼這個就是 我覺得整個效益還是可以的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從年初的數字基建開始 一直到有個切特這樣一個體材出來 然後整個市場反應數字建設和科技建設都在走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剛剛的開始 那麼我一直有句話說 對於輪功市場這一塊 我們應該是它不是封口 它應該是個趨勢 那麼我覺得就是兩點 指數肯定沒問題 還是科技還是有發展情況 好 謝謝樓森蘭對於科技的一個中愛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樣樓森蘭我好幾年前就發現 樓森蘭對於科技這方面一直是非常中愛 每年科技題材只要起來 往往它都能夠從頭開始抓起 不多說了 咱們送出一個福利 我們第一財經有看的家 雙重投資禮包來了 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下載第一財經有看的家APP 限時領取投資大禮包 禮包包含兩款投資指標組合 三大投資福利權益 超級資金指標是洞察主力資金流向 還原主力真實意圖 輕鬆把握上漲行情 三部買賣指標皆是個股強弱區間 捕捉交易時機 詭避交易風險 現在就下載第一財經有看的家APP 還能夠領取一週特訓銀課程 二季度投資井囊 實用投資個股工具等多重驚喜 好與知識節當春乃放生 有看頭家讓投資大有看頭 好了 我們稍時休息以後再回來 再來請出兩位嘉賓 一起聊一聊現階段的操作策略 來 本節目由實戰派股票學習平台 九方之頭 獨家冠名 九十年代 收穫是一份儀式感 珍貴卻少了些許便利 千禧年 收穫是電腦前的專注 高效卻更需要費心琢磨 後來 收穫是掌監的金融圖標 信息很多 答案卻很少 現在 收穫是貼心的服務和指導 是專業賦予的省心與便捷 九方之頭 實戰牌 股票學習平台 選不到龍頭 抓不住趨勢 一輪熱點板塊走完大半 才發現自己錯過了上車機會 其實投資哪有什麼天賦一柄 靠的都是天道仇心 不過一旦努力錯方向 很可能也會浪費大把的時間 這套趨勢青龍五大戰法 是我們經過多年的基電 總結出來的實用技巧 有了它或許可以讓你在投資路上 少走彎路 掃描屏幕二維碼 領取這套趨勢青龍五大戰法 它將通過簡單易懂的案例 幫您履清投資思路 如何認清底部形態 怎樣尋找黃金買點 準確辨別主力的起盤 分時做差價 逃頂不貪心 五大戰法幫您提供炒股思路 記住啊 學什麼都不如學方法 趕緊拿起手機 掃描屏幕上方的二維碼 一起來學習趨勢青龍五大戰法 讓您的投資更簡單 選股更輕鬆 歲月不敗風華 經典歷久彌新 老鳳翔 跨越三個世紀的經典 好 歡迎回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漲幅居前的哪五個板塊 有減速機 磁幅系統 MLC機概念 航母 以及工業母機 下跌的有住宿山營 廣電系 土地流轉 中式化系 以及水泥 好了 回到場內 我來請出兩個嘉賓 我們先請出廣民吧 來 有請廣民 今天主要還是關注一下 人工智能裡面的 也算一個分支 消費電子板塊 消費電子為什麼看好呢 就是說現在AI負能以後 一些下游的終端的消費產品 有可能會迭代升級 本身業績比較優良的品種 案例 如果是業績 本身是有業績保障的情況下 後期如果AI負能之後 相對的業績可能會有一個 再次的上台階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 相對於人工智能本身來說 機會可能更大一些 重點還是在業績 為什麼這麼說 多說兩句 沒事 因為我本身是學計算機的 對 那麼一個是從目前市場的角度來看 疊加我現在的應用來看 應用端我先說一下 包括我現在用的PS軟件 包括一些ChatGPT也好 圖文生成也好 它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這個 就是人生成的這個圖片 不能馬上用 你還是要人工篩選 或者說是再做一個調整 那麼也就是說最多是一個半成品 半成品的 就是後面可能還要做一個升級 那麼在半成品的情況下 我覺得第一個它業績 大概率在中曝的時候 是沒有太多很亮眼的業績 這是一點 那麼第二個點 是從整個的 目前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個股來說 有個別的 我只能說 現在的營收是 這個 就市值是營收的100倍 市值是營收的100倍 這個什麼概念 大家應該了解 就是市值是營收的100倍 那麼也就是說 我如果說正常情況下 一般PS是5倍左右 那麼也就是說我業績和營收 要突然增長20倍 我才能支撐這種股價 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會 我是不關注這種股票的 那麼巴菲特有句話 叫做潮水退去才知道 誰在落湧 對 這是巴菲特說的 對 那麼這個我覺得後面 如果退潮之後 哪一些品種是停在天上的 那我覺得它是 未來是真正成長的 因為我們知道 一個好的公司 如果一個行業的話 你像可口可樂 100年翻了50倍 那麼如果說它只漲了5倍 那麼後面還有 50萬倍 不是50倍 50萬倍 如果即使是翻了5倍的話 那麼後面還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是不著急的 反而潮水退去之後 可口可樂可能是停在天上 它就浮出水面了 所以這個是我想插的一句話 那麼然後呢 我們再回到今天選股的案例當中 好 那麼首先呢 是一季度淨利潤 還是要創的歷史性高 第二個呢 機構持仓大於1% 第三個呢是120天線 要精差250天線 然後我們主要是看一下 今天這個案例 好 那麼這個案例呢 是消費電子的一個案例 那麼首先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營收情況 營收的話 從一季度 這個最高的時候 一季度是創歷史性高的 從90億到了150億 它從上市以來業績一直在 營收一直在不斷的增長 第二個是淨利潤 從8億到12億 基本上也是一步一步的在上台階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近三年的平均的 淨資產收益率在15% 那麼這也是巴菲特說的 15以上 它是一個優秀的公司 然後從技術上來看 從高點回落 其實業績在增長的過程當中 高點一直在回落 那麼也是符合我們說的 股價與業績背離的一個狀態 那麼調整了最高的話 大概是在70%的跌幅有的 那跌了70%之後 所有的均線都下行 然後在最近的一段時間 所有的金線基本上都已經佔上了 同時120天線 金差了250天線 那麼如果說 這是技術形態 還有一個就是機構持倉 它是在10%左右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行業或者案例 就是說如果說AI負能之後 它尤其是消費電子 它屬於偏下游終端這一塊 那麼如果AI負能之後 它本身的業績是有保障的 那如果說我們說假設我們業績不達預期 那至少不屬於太壞 所以如果一旦可能業績上一個台階的話 我覺得這一些已經跌了60%70%的品種來說 也是存在一定向上的攻擊機會的 好 謝謝廣敏帶來的公式選股法 尤其是在消費電子領域 這麼一個相應的一個分析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請出樓盛蘭了 來 又請 那麼從操作上來講 我想講兩條 第一個就是余先生就講過 關注過一個板塊 就是機器人板塊 因為最近長得比較好 老爺他們也關注了很多 那麼就簡單地說一下 就是機器人確實是一個未來的 終點的路口 其實機器人是人工智能和機械工業 結合的一個結合點 這個是一個核心技術 就是說雖然機器人也分很多種 但是我覺得工業機器人 這個對於我們這個國家的運用 是非常有市場的 而且既有廣度又有深度 而且加上現在是AI這種深度學習的機器人的話 那麼整個的產業產和技術升級 都是一個良好的輔助作用 這個可能是一次革命性的行動 所以我覺得長期來講 機器人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板塊 那麼為什麼當初會選出這個機器人這個板塊呢 其實我是有一個邏輯的和大家交流一下吧 我這個邏輯是怎麼去認識它的呢 就是說我認為人工智能也 人工智能其實在整個市場上的反應 完全是完全是一個有機可行的一個情況 首先一個人工智能就是說我們會找一個體材 比如說去年的元宇宙 今年的GDP啊這些都是體材這樣一個情況 那麼這張表現上次我帶來過 然後呢就是說第二個就是馬上會到一些很核心的地方 芯片啊芯片啊操作系統啊大模塊數據啊 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第三個我們會到儲存CPU這樣一個狀態 然後因為它要說話嘛 然後最後就會到機器人 機器人自助系統 其實自助系統也是機器人這一個板塊 那麼其實看我們其實今年上半年就是圍繞著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市場表現核心邏輯在走 那麼是不是永遠的這樣走下去呢 也不一定的 那麼其實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來看 其實整個人工智能的發展 它還有另外一個層面就是一個技術邏輯的層面 技術邏輯的層面是怎麼樣一個情況呢 它的起漲點都是在遊戲這一塊 都在遊戲這一塊 然後遊戲對我們普通人來說 可能就是一個玩的東西 然後玩的東西和一個一個玩的東西 一個參與度比較愉悅的東西 但是其實對於人工智能來講 它除了你廣泛參與這個大數據以外 其實是一個行為數據的一個採集 那麼我們看到前兩年一個AlphaGo走圍棋的一個 然後有一個自身的玩家 叫魔獸這樣一個玩家 這樣一個自身 其實我們表面上我們只是下級 只是打個遊戲 而其實是整個的你的行為的數據的一個採集 是人工智能需要這個技術的 那麼它有了這些數據以後 它就進行了運用狀態 所以它就第二步了 其實人工智能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術特件 就是切入式的技術特點 然後它會提供方案 就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為什麼會提供你圖文 為什麼提供數字能這樣 所以剛才廣泛說到的 現在給你半成品給你幾個 讓你選擇 其實就是一個方案 解決方案 解決你的一個工作量的一個問題 對 提高效率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講 這個東西是提高效率 提高效益的就是這樣 那麼比如說前兩天老人講過 DDRG這樣一個東西 然後機器人這個東西 其實你看DDRG其實是和醫療完全是另外一個系統 生病和醫生和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就是因為它的注入可能會把我們整個醫療的成本會加下來 效率會提高 那麼這個就是目前我們現在在市場看重的 那麼再往生理走 就是一個弊端的 都是說AI加 那麼AI加加就什麼呢 弊端的就是有一個東西叫人腦工程 或者腦機工程這樣一個情況 還有一個網絡神經 那這個就我們現在計算機還是一個聯網的過程 比特聯網的過程 那麼如果能工智能的話 它會把整個電腦作為一個網絡神經再處理 那麼這就可能就更高端了 可能我們要一些生物芯片 生物數字化這一些情況 那麼這個講講呢 其實這是一個邏輯 就是說我們今天站在一個邏輯的高度 要用科學和認知的方法來突破這樣一個邏輯的高度 當然回過頭來也要看到效益的落實 因為畢竟市場嘛是講效益了 但是我們現在賺錢的方法其實在改變 整個的生產和整個投資的方法都在更替 所以是不是合適用傳統的方法來看 我覺得這是要商量的 比如說有一個亞馬遜公司 亞馬遜公司上市二十多年了 它十幾年開始到十幾年一直是虧損的 然後它的股價一直上漲的 確實也投資人經過了長期的投資以後 到現在它變成一個巨獸了 有亞馬遜 一說亞馬遜它各個方面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還是從方法上來講 和論事上來講還是應該有個提高 第三個當然我們也看到困難 因為整個更替的成本能夠 智能更替的成本會很高的 傳統工業怎麼辦 傳統工人怎麼辦 那麼當然我們會在這樣一個 會有這樣問題要解決 但是我所以我還是這樣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要站在邏輯的高度 坐在邏輯的高度 站在一個制高點上來選股票 現在這是趨勢 這不是封口 所以我想就介紹這些我的邏輯 所以如果以後有機會 我再談解決定的方法 好 以後再詳細 有些落地的一個東西 有科目跟聊聊 好吧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出場外嘉賓 今天請來的產外嘉賓是趨恒 來聽聽她的一個思路 有請趨恒 近期生紙和創業版明顯強於護紙 在新能源汽車零配件 光伏電池塞道股帶領大盤 周度反彈之後 今天又顯疲態 市場資金繼續在人工智能的 不同細分產業鏈上 來回切換導臣 目前該板塊不管是絕對漲幅 還是市場人氣和資金擁擠度 都已經沒有性價比 對於相對追求安全的 穩健的左側交易者 可以在高端服務製造電子元器件 功率半導體 機器人關鍵零部件 以及創新醫療服務和器械當中 尋找佈局的機會 好 謝謝趨恒 沒想到趨恒也提到了機器人 看來機器人關注度真是很高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有看頭家自營優選板塊 來聽一聽張您今天帶來 哪些優選內容 同時大家也可以掃描 屏幕下方的LM 參與有看頭家自營優選板塊 進行互動交流 接下來有請張您 好的老元 歡迎收看今天的有看頭家 置營優選策略 市場震大分化 而資金的加倉方向 卻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種種跡象表明 節錢效應在顯著提升 那究竟是應該持股過節 還是持幣過節 如何應對當下的行情 節後如果變盤的話 應該買哪些方向呢 一起來看今天的 置營優選策略 三大指數震大分化 而前期我們重點 為大家講解到的機器人板塊 卻出現了集體的爆發 今天板塊當中 有17支個股 出現了漲停潮 而上漲超過5%的 更是超過50家 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而這板塊 剛剛構築WD形態 在請先為右側連續發出 五陽上陣大洋啟示的 重要看漲信號的時候 我們恰好為大家講解了 該板塊的上漲的邏輯 那目前啊 這個板塊 邏輯如機出現兌現 而且 講解至今呢 大幅上漲了 是超過8%的 如果說您前期沒有 及時關注相應的機會的話呀 目前這個板塊當中啊 還有少量 未被充分挖掘的機會品種 那今天我們就為您精心梳理了一份 機器人概念當中 核心受益的龍頭工資名單 如果說您之前 沒有來得及關注的話 這次一定要抓住機會了 領取方式非常簡單 您可以通過掃描 屏幕下方二維碼的方式 將這份龍頭骨的名單 領取到手 同時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呢 今天這個板塊的龍頭換帥 那麼前期龍二 爆亮卡位 那後事需要密切地去關注 前期龍頭是否能夠順利回封 以及當前板塊的封板結構 如果說 前期龍頭能夠順利回封的話呢 那這個板塊的熱度和持續 是依舊能夠看高一線的 那麼在我們重點為您講解到的 這個板塊當中啊 前期重點關注的龍頭品種 近期的表現 可以說非常的體面 在強勢突破箱體上軌之後啊 連續三天上漲超過28% 上漲途中呢 斷板反包2加1 同時下方超級資金 維持連續的淨買入 而強勢趨勤指標 恰好位於深紅區 結合盤中做多資金 不斷湧入該板塊的背景之下 短期內啊 我們認為這個品種 依舊有衝擊四板的預期 而後排跟長的品種機會 依然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間 那這裡呢恰好有一份 機器人概念股當中 核心受益的龍頭工資名單 您可以通過掃描 屏幕下方二維碼的方式 來將這份名單 免費的領取到手 那今天為大家講解到的 第二個機會方向 是工業母機方向 一起來看下一頁地板 那該板塊啊 在第一位構築清晰的WD之後呢 近期在右側的頸線位 被強勢突破年限位置展開了迅猛的進攻 而前一次強勢突破年限之後啊 該板塊是走出了一輪波段上漲的行情 那尤其是站在當下時間點 節前 資金明顯出現 異動買入 四天 機構資金淨流入6億元 北上資金淨流入2.3億元 那麼截後 能否再度走強啊 是非常值得我們期待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為您精心準備了一份 工業母機板塊核心授予的龍頭公司名單 您可以通過掃描屏幕下方二維碼的方式 來將這份名單免費的領取到手了 好的 今天的有看透 加進行優選策略 就為您講解到這裡 接下來把時間交換給老袁 好 謝謝張寧為我們帶來的熱點優選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將在微信連連看的板塊當中呢 為大家揭曉今天的投票結果 稍時休息 馬上回來 很多投資者都有這樣的疑問 為什麼我學會了很多的技術指標 和形態分析還是掙不到錢 總是風險跑不了 盈利拿不住 一買就跌 一賣就漲 出現這樣的問題 主要是綜合專業能力不足 大多數個人投資者都是這樣做股票的 看技術指標 看K線圖 看成交量等 常常容易糾結於某一個點 看到形態走好就買入 走壞就賣出 炒股憑藉個人經驗和感覺居多 沒有深層次地去思考背後的邏輯 想要股票做得好 就需要有一套專業的體系 去支撐你的操作計劃 基於這樣一個初衷 我們推出了這套 立體操盤交易體系 讓更多的投資者 可以從中學習授批 現在掃描屏幕二維碼 就可以領取立體操盤交易體系 如果你還在追漲殺爹 炒股還毫無頭緒 現在就拿出手機 掃描屏幕下方二維碼 立即領取 立體操盤交易體系 和諧中華 雨露滋潤 和肥貴 股票太難了 賺到哪隻買哪隻 長點兒吧 長點兒吧 哥 不哥 炒股怎能靠運氣 自己有實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頭 是戰派股票學習品牌 歲月不敗風華 經典歷久彌新 老鳳翔 跨越三個世紀的經典 歡迎收看由股票學習平台 九方之頭獨家冠名播出的 《談古論經》節目 找老師選策略就上九方之頭 歡迎大家回到微信連連看 在近期的市場操作當中 您會採取何種策略呢 期待您參與我們節目的互動 接著請袁建新 為我們揭曉今天微信的投票結果 歡迎回來我們來看一下 節錢我們的投資者是如何配置倉位的 滿倉的41% 半倉以下的19% 半倉以上的是26% 空倉的是14% 此外對嘉賓觀點的支持度 廣敏更高一些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送出一個福利 在應用商店搜索 九方之頭基建版下載APP 免費領先用戶三大福利 配置策略多控制標 還有短線精華課 好了我們稍次休息後再回來 再來請出兩位嘉賓 聊一聊明天 明天太短了 不如聊一聊節後怎麼操作吧 來 本節目由實戰派股票學習平台 九方之頭獨家冠名 內部消息利好快買進 我哥說公司放棄重組快買出 快買出 快買出 我放棄重組 不如看透行情更安心 九方之頭 實戰派股票學習拼牌 上海燃氣提醒您 請安全使用燃氣 使用燃氣時 請一定要保持室內外排氣通風 超齡燃氣器具請及時更換 請使用安全型燃氣器具 請經常檢查燃氣管道及設施 發現隱患請及時拨打 上海燃氣熱線962777 安全使用燃氣營造美好生活 股票太難了 賺到哪隻買哪隻 漲點吧漲點吧 擱不擱 炒股怎能靠運氣 自己有實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頭 實戰派股票學習拼牌 好 歡迎回來 我們先來請出廣銘吧 來 有請 好的 我認為這個劫後的話 應該是一個切換的過程 因為之前低位的板塊就是包括一些釀酒 包括執行地產 包括這些板塊都有所啟動 那麼這次是很多做了一個二次回踩 只要這兩天尤其是明天和下周一 就是說沒有更多的一些低位的板塊 創新低的話 這個地方能夠尤其是這個創業板 以及深層子這邊 就是說站在五天線 甚至回一下到十天線都沒關係 能夠踩住的話 那麼這個地方如果低位的板塊 再一起動的話 能夠帶動整個的指數 形成一個向上的攻擊 因為深圳這邊其實要比上陣 要點位來的更低 因為上陣的這次的3200點 對應深圳來講實際上 已經是達到3100點了 因為中字頭之前帶過一波 所以說我覺得後面的機會 更多的應該來自於深層子這邊 因為它的這個包括裡面的醫藥 包括新能源可能是主打的一些品種 所以說我覺得新能源一旦啟動 這個地方才有可能形成一個 趨勢性的上漲 所以說我更多的還是關注低位的 不管是這個新能源也好 醫藥也好 食品飲料 包括旅遊 這其實都是包括消費電子 這一塊其實都是處於相對低位的一些板塊 而不要去現在我個人不操作 這個最很高的一些個股 那這包括你剛才所說的 這個半年報這個預期 拉開那個那個預告的時候 對對對我覺得 因為就半年報預告的話 尤其是新能源這一塊 其實我們知道4月份5月份的數據 都是不錯的 你指的是汽車還是太陽能 太陽去光伏的這個業績預期也不錯 只不過現在從技術上來看的話 就是新能源汽車可能走勢更強一些 因為它現在已經突破平台了 跟這個生存值的走勢最貼近 那麼相對光伏呢 可能還沒有那麼新能源汽車這麼強勁 如果說新能源汽車 你漲5%的話 那下面的光伏也就漲起來了 而且它的這個中報應該也不會太差 所以我覺得業績是有支撐的 所以還是要對那些業績有支撐的一些板塊 更多的加以研究 對 那你提到的是兩個板塊 那樓山來有沒有關注啊 我覺得傑後可能會有行情 如果有行情期 的話 就要是ちょ今來看到我們 真的不得了 你也不願意 我拍一張 賺名 你不願意 我沒有要討論 你也不得了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